小伊仙 当初我与小伊仙姐姐 紫妍顺利出了空间重动 之后花了几个月时间 来到丹狱 不曾想 小伊仙姐姐承知恶徒时 恶难毒体爆发 事后不久 便引来了冰河谷的追杀与围剿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小伊仙姐姐的 恶难毒体 与凡年谷并列三谷之一的 冰河谷 小伊仙姐姐为了掩护我 主动将冰河谷的追兵 引去了洛神剑 这次回家 本想拜托家族去救小伊仙姐姐 然后寻找萧嫣大哥你的下落 谁知 都怪我没用 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不关你的事 当务之急 是立刻前往洛神剑 新来 我需要你为我带路 对了 紫妍和小伊仙在一起吗 我们到丹玉不久后 她就回家了 她给我们留了一封信 说她忽然有一些感应 需要回家 紫妍那丫头 身份虽说一直成迷 不过想来必有极强的靠山 就是不知道所谓的回家 是去哪里 罢了 现在只能先将小伊仙的事情 解决之后 再去寻她了 这边是洛神剑吗 果然险恶 不过以小伊仙那特殊的体质 在这里 倒是能够如鱼得水 洛神剑中年毒雾萦绕 身处更是毒兽横行 听说还有人形魔术出没 危险至极 的确毒雾变薄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小伊仙 这只寻毒雾 是之前小伊仙姐姐交给我的 她能带我们找到她 我们跟上 阿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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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尊敬 怎么回事 你中了我冰河谷的冰尊敬 除非由我冰河谷谷主出手 不然的话 一个月之内 体内残留的悬兵器 会将你的生机戒术冻结 少啰嗦 既然你要断绝自己唯一的生路 那老夫就亲自将你牵回冰河谷 老夫看你往哪儿躲 我冰河谷主出手 斗鸡之色 你们结阵 我来戳势他 凌河谷众弟子听令 结兵封阵 我冰河谷主出手 明顽不灵 你的恶难毒体并非真正地达到了顶方 否则光凭老夫还真是奈何不了你 但是可惜呀 老家伙 这是你自晓的 这是你自晓的 休想解开恶大毒体 你自然之为 移植吗 你看你自然之谷 我的意思 诶 现在 誉 抱歉 我来晚了 小爷 小一仙姐姐 你没事吧 区区一个一星斗走 竟敢对我冰河谷出手 冰府 他交给你了 齐拿后断齐自食 放心吧 我会让他尝尝 生不如死的味 小爷 你们先走 放心吧 有我在 谁也别想伤你 这次 看你还怎么逃 齐兰 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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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啊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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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不病喝 殺了你小子 沒練是他在控制 小一仙姐姐 沒事吧 他交給我 你去對付其他人 這裡有我 新來 你扶小一仙去休息 嗯 蛤 猖狂的小子 凌赫 你帶其他人 擒拿惡難毒女 死人 交給我 嘿 這回 看你還有什麼地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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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好險好險 臭小子 又讓我去把老骨頭出來當打手 麻煩聽我前輩了 我的朋友傷得不輕 請儘快解決此人 嗯 知道了知道了 這小子居然真的還有底牌 哎 哼 八星洞宗 什麼 啊 這位朋友 老夫冰河谷長老冰符 今日之事與你無關 還請不要插手 事後 我冰河谷必有重心 冰河谷 很了不起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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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克 你還在等什麼 快殺了你小子 啊 啊 你們小心些 三千雷換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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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皇 答對了 有槍 八七 滚 阿 呃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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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芒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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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一星斗多 怎麼會這麼強 冰芒壁 冰芒壁的二星斗壯 居然不堪至此 哎呀 没有身体就是麻烦 收拾个斗宗都这么费劲 听我前辈请放心 药材已经差不多了 要不了多久 您便能够再度拥有躯体 这位前辈 炼制躯体的事 我冰河谷最为擅长 而且炼制的躯体 还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只要你为我冰河谷 做一件事 便能够免费得到 做什么事 说不定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哦 杀了他 再把恶难毒女 交给冰河谷 一 二 前辈 你说只要做一件事 但刚刚分明是两件事的要求 我 最讨厌撒谎的人了 小家伙 这种人以后就不用跟他说话的机会 不然迟早会有变故 还好老夫的品行好哦 多谢天虎前辈提醒 小一仙 小一仙 小一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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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谷主 小英仙姐姐 还好萧嫣大哥及时赶到 要不然 大家都没事了 大家是没事了 不过 现在你还是先管管自己的身体吧 这冰尊镜 必须紧早驱除 这冰尊镜的确诡异 但也并非必须由冰河谷谷主出手 才能驱除 我就知道 萧嫣大哥肯定有办法 交给我吧 我准备好了 小英仙 化解冰尊镜 还需我用一火辅助 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 你忍一忍 一火灰灵要力更完美地伸透进你的体内 同时也会抑制那冰尊镜的扩散 那就拜托你了 嗯 小英仙 我 我 我能忍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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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效果 新兰 要将冰尊镜全术化解 还需几日 这段时间 我会为小姨先护法 你对丹玉比较了解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萧嫣大哥尽管说便是 我定会全力去办 你出落神剑 尽快帮我把这些药材收集齐全 萧嫣大哥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想办法为你凑齐的 这一路 他会保护你 我会尽快回来的 冰何苦 这事 可不会如此轻易的完了 冰仙长老 搜索恶难独女的谷中精锐 都在这里了 包括 冰原三位长老 你们先守在这 我要立刻回冰河谷 向谷主禀报此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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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冰尊剑 都被化解了 你的修为又静静了 在你疗伤的这几天里 我已经成绩吸收了魔毒斑 升到二性斗踪了 这全都得仰仗蝎臂炎 送给我的禁忌补品啊 看什么呢 看你恢复得怎么样 谢谢你 萧衍 你将这丹药服下 两三日内应该能够回复到巅峰 对了 你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 还好啊 不过感觉 距离爆发的时间 应该只有两三个月了 这叫还好 没关系啦 就算毒体真正的爆发 反射了我的神志 但那时候的我 也绝不会不认识你 请说胡话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毒蝎龙兽的魔盒弄到手 到时候 便能令你彻底地将恶难毒体控制住 其实 先前就在这洛神剑内 我就被一头七阶天毒蝎龙兽纠缠过 真的吗 就在这洛神剑内 你是怎么遇上这魔兽的 那家伙好色很多 看样子 也是亏似我这恶难毒体 当时我正躲避冰河谷的追杀 勿想节外生枝 便想办法逃顿了 这该死的魔兽实力如何 我虽没与他确切交手 不过照我猜测 应该算得上是八星斗宗了 八星斗宗 若是你我二人联手 要将其斩杀 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不知道 他是否有着什么底牌 嗯 这魔兽身为洛神剑一方霸主 势必麾下也却集了不少实力强横的手下 我们 还是要多多准备为好 我来安排 等新兰和地妖鬼回来 我们就去会会这天堵蟹龙手 臭小子 果然一叫老夫就没好事 那可是七戒魔兽 老夫要拼了这把老命才能对付呀 其中难处我自然知道 不过原本给您炼制身体所需的生骨绒血丹太高级 每隔两三年根本搜集不齐所有的药材 难不成你小子药 不过 我我怎么忍心让您老险去等下去呢 于是 晚辈在我老师药尊者所收藏的众多药方中 翻阅了整整一个晚上 终于 寻得一个完美代替生骨绒血丹的药方 阴阳 密 魂 丹 不过药材中还差一份七戒魔兽的精血 原本我们大家联手应该问题不大 既然前辈觉得太难 那只好算了 看在你小子这么有心的份上 不就是七戒天毒蟹龙兽吗 老夫还不放在眼里 老夫本就最讨厌那些荒淫残暴的魔兽了 这次动手也算是替天行道 天火前辈果真大意 怎么感觉这小子在替老夫下套呢 跟前辈开个玩笑 不过阴阳命魂丹 却有此事 而且七戒天毒蟹龙兽的魔盒 也正是化解恶难毒体所必须的条件之一 可谓一箭双雕 小子多谢天火前辈仗义出手 这还差不多 消炎大哥 他们回来了 消炎大哥 不好了 我买完药材后发现 冰河谷竟然通缉了你们 还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 前来洛神剑抓人 我倒是怕他们不来 这笔账我要好好跟他们算一算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先去解决掉天毒蟹龙兽 只要帮天火前辈炼制出躯体 就无惧这斗宗巅峰了 新兰 天毒蟹龙兽实力强大 你留守在这儿 等我们回来找你 你们要多加小心哪 动身吧 冰蛇老 冰元他们三位长老及弟子 便是在此陨落 嗯 没想到恶难独女竟还有外援 这几人面生得很 想必应该是丹玉之外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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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河谷许久未曾遇到这等挑衅了 有意思 看样子 那束石堡 应该就是天独蟹龙兽的老巢了 这种界别的魔兽 对我的恶难毒体 有着敏锐的感应力 我想 他已经发现我们了 无妨 今日前来 就没打算掩盖气息 小美人 你可想死我了 老远就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 既然来了 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 让你的恶难毒体 为本王生出最完美 血统最纯正的后代 我来此处 只是想向你讨要一物 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 本王什么都给你 还是先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 若是换作别人 敢在本王眼前说这番话 已成死尸了 但谁让本王对你如此着迷 这冒犯之罪 就让你旁边那个男人 来抵偿吧 小美人 这点进攻 可奈何本王不得 不过你旁边这家伙 我倒是小看 还有更让你头痛的 这天独蟹龙兽 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他的 不管你们今天为何来这里 既然来了 那就都留下吧 只要来到这片区域 你们的生死将由本王主宰 这家伙果然有地牌 小心 这些全是陆神剑的毒兽 那还等什么 一起打爆它 万我天谢御蛇 死 小心 你小心些 区区灵魂体 也敢对邪龙族之人大放厥词 真是邪命堂 不过是体内流淌着 一丝太虚古龙血脉的魔兽 还真当自己是太虚古龙了 那龙族血脉 既让你侮辱 既然你们找死 那本王就成全你们 一丝是蚪蚪 蚪蚪 若非老夫失去身体 你在老夫眼中才是蚪蚪 今日这精血 老夫要定了 这些魔兽 被天毒蟹龙受损操口 根本不会有什么口血 这样下去 知道耗到什么时候 魔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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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 居然敢打断本王的龙脚 死定了 这是什么路数 难道他要吸收毒兽群之力 血龙不天 死定了 你是我断 你的最受是我们 天火前辈 能否助我将其控制一段时间 我来想办法 那可得给我点时间 好 呸 用手 平凡 休想坤朵 绣炎 速战速决 你们此日都得死 天火前辈 这么多年来 本王还是第一次操守如此重创 不将你的灰飞烟灭 难消烦我心头之怒 我们老大可不是这么好者的 不好 这家伙又拼了 去吧 火怒火链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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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想继续 可算结束了 累死我这把老骨头咯 我们赶紧离开这吧 我担心刚才引起的动静太大 很有可能会把冰河谷的追兵引来 明白 我们走 按照新兰先前所说 此次冰河谷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 所以 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 天火前辈的躯体 和小一仙的恶难毒体 必须先解决 不然的话 恐怕情事会很不妙 还是先为天火前辈炼制躯体吧 有了肉体后 即便不能短时间内恢复到巅峰实力 但进入斗尊应该不难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解去此次的危机 小一仙分析得有道理 那便 先解决天火前辈的问题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 你放心 我定会帮你控制住温暖毒体 老夫 老夫终于要恢复肉身了 天火前辈 在这一路上 多次助我脱离险境 硝烟若不尽力 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之人 真是羡慕你那老师 能有你这般优秀的弟子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动手 为天火前辈炼制阴阳命魂丹 在这期间 有劳你们帮我护法了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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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丹蕾 萧颜大哥果然厉害 七品弹药这么快变炼城了 希望冰河谷的追兵 不要这么快察觉吧 不知第奥魁再经历一次丹蕾淬炼 能达到何种地步 可是现在时间紧迫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怎么回事 丹蕾怎么自己消散了 应该是洛神剑的毒气太浓 遮掩了丹气 丹蕾找不到目标 就只能消散了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不过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也不算是坏事 这营养运魂丹 果然神奇 天火前辈 待会我一发话 你便立即吞下丹药 进入躯体内 至于躯体 就用这一幅吧 条件算是符合了 就是这幅长相 不像是什么正经人 时间紧迫 您就先将就一下吧 天火前辈 打入一丝灵魂之力 丹蕾这么快便消散了 这帮人果然有些诡异 有天蛇长老在此 再诡异也难逃升天 天火前辈 我先将此肉体激活 好 待会你进入之后 要顶住一火断烧 取得身体控制权 中途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 不仅这肉身会报废 连你的灵魂 都将会受到致命影响 就是此刻 吞下丹药 进 小子 有些排斥啊 还算顺利 接下来就需要前辈顶住一火断烧 御火重生了 消炎大哥 冰河谷的人 又来了 又来了 是 终于找到你了 惡難獨體 旁邊藏著的那位也一起出來吧 鬥宗巔峰 冰河谷還真是捨得人手 為了你這惡難獨體 讓老夫出手倒也不算太過 你們去守住谷口 不許任何人逃走 是 天蛇招 說來也巧 老夫曾與上界惡難獨體有過一陣 最終輸了一招半十 不知你這一界實力如何 你試試就知道了 太難獨了 太難獨了 好強的秉存技 好強的秉存技 嘿嘿嘿 鬥宗巔峰 可不是你們有的 可不是你們有的 依靠数量 便能够抗衡的 那位青年和那灵魂体验 一起出来吧 老夫今日不会放走一个 蚪蚁 蚪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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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比起上一届恶难毒体 你可是差了许多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毒仙龙兽的魔盒弄到手 到时候 便能令你彻底的将恶难毒体控制住 抱歉 小爷 可能 我等不到那一天 想要解开了 恶难毒体吗 若你一开始便解开 自然是有几分棘手 可惜现在 来不及了 乖乖跟我回兵何苦 或许还有活路 不忍得 天使长老 这是 是 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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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长老,下手还真是不清啊 回冰河谷还是不必了 这洛神剑倒是个不错的埋谷之地 用来埋葬儿等 待遇也算是不差 这位前辈,今日之事有些误会 还望能够看在我冰河谷谷主的面上 我与你家谷主混熟 不 不好 快接乾隆玄冥阵 血祭乾隆 好恐怖的东西 不自量力 空间脚伤 快 快跑 天皇前辈 别让他们逃了 该死 此人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根本不像是刚刚踏入窦尊 天上长老 快下降半宝 你们三个 去挡住他 不 天上长老 你总是已丢下我们 不 这家伙心真够狠 居然拿同伴的命 来助自己逃跑 刚刚得到身体 体内斗气短时间内 并不能彻底恢复 可惜了 天火前辈无需自责 谁也想不到 此人还未达到斗尊级别 便能够划开空间逃断 当务之急 是寻一处致阳致烈之地 帮小玉先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倒是我们两名斗尊 即便是冰河谷想要动我们 怕也是得掂量一二 致阳致烈之地 我倒是知道一处 在何处 夜城 夜家禁地 阳火谷坛 上次他们冲撞萧颜大哥 只是不明你真正实力 这次若是再去 新兰保证 他们不会再敢有丝毫得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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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